我全靠他了 就他这样还好意思待下去 不行就早上 唐妮 唐妮我知道你刚才会议上 一直在批评我 再给我点时间 再给你点时间 你知不知道DL吧 应该给我们的单子 全都给了别人 是 我知道 可是我老爸那人嘛 他叫起这儿来 他六亲不认哪 你知道他六亲不认 你还干那不要脸的事 你居然敢把情人带我们酒店来 你当别人是瞎子 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丑事 别人都不知道 今天早上 王总亲自跟我说了这个事 把我给扫的头都抬不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唐妮 哥 真的 小小姐啊 你还不了解我吗 哥 再给一次机会 再给一次机会 好 你给我听好了 要么 你摆平你老婆 要么 我把你摆平 对于IPO重启的事情 已经拖了很久了 今天必须讨论出一个结果 都在哪儿 听听吧 四明镜 你可以啊 背后下手 故意整我是吧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是不是 我们在开会呢 请你出去好吗 开什么会啊 正好你们都在 你们给我评评理 四明镜为了跟我离婚 到处给我散播谣言 现在好了 公司准备开出我了 你满意了 四明镜啊 你有没有点良心 平时我是怎么伺候你的 你是不是以为我好欺负啊 我告诉你 你让我混不下去 你也别让我混下去 走 跟我回家 这个你冷静点 跟你们没关系听听了吗 走 你不是特能说的吗 走走走走 跟我回家 你冷静点 没听着吗 我们在开会 请你给我出去 我也告诉你啊 这是我们家事 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给我起来 走走走走 我警告你 别在这儿胡闹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steel 你有点好看 舒 München 我就不信我摆布平衡ourt 不便宜了 谢谢 哪里 钓膊 也有不便宜 现在无法 你还好吗 没事 我跟吴爷说过了 如果崔英俊再来 保安必须在一楼就把他拦下 如果他要硬闯的话 就报警 没那么严重 你很勇敢 生日快乐 谢谢 易东立 你怎么来了 生日快乐 你从哪儿来啊 我从学校赶过来 你们学校离这差不多得两个小时路程吧 你可能穿了再搬给上海啊 我也没想到居然那么远 生日快乐 你过来就为了送蛋糕 过生日要吃生日蛋糕啊 所以为了你 再远我都赶过来 你买的是榴莲蛋糕 嗯 店里就这一个生日蛋糕了 我爸先走来不及 就买了 你不会不吃榴莲吧 不不不 我吃榴莲 我挺喜欢吃榴莲的 斯泰拉 生日快乐 祝你年年有新日 岁岁有紧张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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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日快乐 不好意思啊 是我没考虑周全 赶紧在这儿吃生日蛋糕 很好啊 我也是第一次 在外滩边上吃榴莲蛋糕 很倚重不同 你也吃啊 你平时吃榴莲蛋糕吗 我吃 很多男孩不喜欢吃榴脸 一般女孩挺喜欢吃 我真挺喜欢吃的 而且我觉得 应该只吃榴脸 不吃榴脸蛋糕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说你收到两个公司的预付 挺厉害的嘛 还好吧 你还说设计了一个什么应用 那是什么呀 是一款关于人脸识别的软件 回头我发给你 好啊 设计这个软件 您用多少时间 前前后后加起来小半年吧 看来我以前小瞧你了嘛 来 正好 你吃着 我给你讲讲 其实关于这款 Apps的软件呢 我当时设计的时候 用了三个月 你都给我打三个电话了 你都给我打三个电话了 我已经到了 回学校了吗 我到学校了 那你早点休息啊 谢谢你啊 今天我挺高兴的 那就好 早点休息 晚安 后来 洪伟 朋友说你看了吗 没有 崔英俊在朋友上骂你了 这件事情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却比白骨精还心狠 别以为外人叫你一声太后 就是尊敬你 其实人家都在骂你是 心狠手辣的老妖婆 你今天把事情做得那么举 日后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 出于安全考虑 我建议你换个地儿住 你在担心什么吗 崔英俊之前敢去你公司闹 现在又在朋友圈里发这样的东西 我是觉得他已经急疯了 接下来他能做什么真是不知道 何况他还是酒店系统的人 保不齐他会利用朋友关系 查到你住在哪里 万一他来骚扰你 你是一个人怎么办 可是出了酒店 我还能住到哪里去 我临江国际还有一套空房 你可以住到那儿去 我怎么能住你的房子呢 怎么不能啊 那个地方离公司近 家具家电都是全的 空着也空着 你就住那儿了 要实在接受不了啊 那我只能在你隔壁开县房 我陪着你 不然我不放心 那这样吧 您的房子算我租的 我得给你钱 没有你 就这么说定了啊 我先回去把房子给你收拾出来 接下来的事都交给我 还有 把房门锁好 但我一直在人家 没有人家 没人家